3 2 1 好,歡迎各位回到我們動漫廢物的第二部份的節目 講一講ICQ No. 30808 4705 今天我們的話題就是動漫節 這一部分我們就會做一點回憶 倒數回我們孩童時代的 後生年輕時代的時候 我們動漫節的動漫點滴 是否找這些 最老的講一下 即是我嗎? 你講一下 我回憶不是很夠 我這麼多年來沒有試過買票入場 恭喜 因為我這麼多年都在做 我每年都要參與不同的 你是從書展開始 書展開始 是不是第一屆書展 我最初第一、二屆書展還要買票 哦 我是後來去到 那時候讀書而已 不是 那我讀書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已經是兼職的 乃莫家出版社 不要忘記 但我去到爆玻璃那一屆 我是最後一年要付錢去買票 所以你有份爆的 我看著它爆玻璃 是不是九剪 不是啦 是賣錢的 對不起各位 這個是九三年 道歉最厲害 不是 還沒開始 不是 還沒開始 現場直擊 不是那次是沒有的 做過訪問 為何會爆玻璃會 其實有兩個原因 我後來聽官方解釋 我講回為何我要買票入場 那時候我也是業界人士 我應該有Pass 那時候無線電話還沒那麼成行 所以我跟同事失去了 我沒有證件進去 永遠每年都是進場 是一個被人罪咎病 這個大會被人炒蝦拆蟹 爆了粗 甚至乎肉薄 都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這個進出問題 這就是剛才說的 問題就是 我沒得進去 迫著要買票 但那時候不要忘記 我是八點鐘 我是最早入場的一批 那就是在排前面 所以就是在排前面 很愚蠢的 還要進不去 拿著乘箱 還要托貨進去 那時候要 那玻璃怎麼爆呢 那玻璃怎麼爆呢 那時候我和玻璃箱 它應該不超過10米 那時候 它是大約10點鐘開場 那天應該是 沒有11點那麼遲 但是 那些人很鼓噪 去到9點半開始鼓噪 開始逼 鼓什麼噪 還未到10點怎麼進去 那些人很心急 那時候沒有兵器 我要買限量版的什麼 我要買最新的那本什麼什麼 那些情況 很緊張 慢慢開始被人迫 被人迫了 10米 9米 8米 咦?不是那麼肚 那些情況 然後 就在大家開始都已經 好如箭在弦 打算磨拳拆拆 那時候 玻璃是從裡面爆出來的 這是一個謎 為什麼會知道 這是力的問題 這是力學生的問題 我不知為什麼 最初第一刻就是 如果我們 假設那些人 官方 第一個答案 是我們這一群 在外面的人 迫爆玻璃 對不起 玻璃是由會展爆出來的 有想為證的 那些情況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 玻璃門 那個structure 有問題 絕對 不是 你很專業 我想求證 因為玻璃是爆出來的 碎片 不是爆到裡面 所以這個 當然 有些人說 你吃什麼 Action 等於Oppercive reaction 你撞旁邊的門 把門爆出來 那些人說 是不是隔山打下去 不過這個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 每年始終太多的單位 所以變成 他們的石Q哥哥 是會處於兩個極端當中 一是很嚴謹 一是很輕率 一是很輕率 例子就是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竟然 有一位電台的DJ 還有一位男歌手 竟然被困了 在這個射貨區 半個小時 進不了場 因為沒有證 是 那為何會沒有證呢 那為何會沒有證呢 問題就是 這些人都要證件進去裡面 哦 那secQ哥哥不認識他 那麼多明星 不認識唱歌 或者自己歌聲的 什麼泳那些 我都認不到他 我只聽過八聲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人家已經盜明了自己的身份 還有說明了他進去裡面 做事的原因 你內部溝通一下 麻煩 結果竟然由一個光頭路過的青年 要去做一個交涉人 向一個上司級的人 去解釋這件事的前面 才可以成功 讓他們一行約十人 進入某個電台的 booth裡面 幸好有這個光頭青年 是啊 不過這些發生在幕後 大家都不知道 是啊 不過其實自從爆玻璃之後 保安才開始多了 即是才有鐵馬那些 以前沒有 沒有人理會 應該要鐵馬 我們贊同這個 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是第二屆去看的 當時是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人會去 即是不會排隊 因為當時是只有文全有擺 只有幾間有擺 是啊 當年我還記得 因為九二年那時候 第二屆我去的 應該沒記錯 那時候 不記得是九二還是九三 應該是九二 你在說書展和萬節 書展 第二屆書展 因為當時我很記得 進去看書 為什麼去到文全 看到這麼大的 中華英雄海報 這麼正氣嗎 真是不好意思 這個歷史因素 其實是有兩個問題出現了 有些人就說 那你真是戰士漫畫 那很難說 就是看看你 只是書之一 為什麼你這麼驚訝 這件事 都是印刷出來的東西 不是 因為他沒有宣傳 我驚訝是他沒有宣傳 但是漫畫都可以在書展裡面 不是 我是驚訝這麼大幅中華英雄海報 因為他是差不多 近乎一比一的比例 差不多 不止 應該 我是記得那時候 我進去 我真的騙家人 說我去書展 家人說我好正氣 你真的去看書 兒子 給你去書展 但事實上 躲上漫畫的 Hall 2那裡看 沒錯 輪調這麼像某科學人 那些人 上去之後 看到 哇 那時候搭上了寶女 四大漫畫公司 四個不同的寶女 在這個角落 那時候我最記得 馬泳城 上去天下 跟大家招揮手 因為他搭了兩層 沒錯 其他好像朝聖 去膜拜 然後 王國朗 又去另一邊 玉皇池 又跟大家揮手 他走到高台上 大家看文革的時候 紅衛兵下面 這樣說 其實我看不到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入了貨倉區 因為去到高峰時期 排隊是排到貨倉裡面 還要打了五個圈的蛇餅 哇 簡直是 只排到可以排一個鐘 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排到那個 才可以排到那個 因為他 四個角落給了你 就是 遇到你的人排入貨倉位 沒錯 那時候排到貨倉 看到貨倉很大很大很大 但是你也是不斷堆滿人 我還記得那時候 剛剛王山流出來的時候 剛剛領導浴王朝的時間 那時候真的震撼也很厲害 其實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原因之一 就是為什麼突然間要分拆 變成了一個漫畫節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味道之士 就會在這裏非議 說 搞錯啊 是書展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漫畫公司在這裏搞事 已經九不八 所以變成了在一個發行公司的統領之下 就開始嘗試分開 去專心去搞漫畫節 平常我又聽到另一個版本 也可能有些關係 就是利益分文那些問題 有時就是牽涉利益 就是因為那些人入場 那又要這樣排隊 那你要爭一些角落位 就是有很多漫畫公司想爭 那就是變成了 就是場館搞不定 因為你又同時兼顧書箱 漫畫箱那些 那些談不定數 那這個會不會都有這些原因 其實每一年都是 剛才我所說的一些毛病 就好像除了進出問題之外 就是它裡面的間隔 還有通道問題 因為其實這個很考一個哲學的 就是如果大家讀過這個交通 就是讀過了師傅裡面 有一部分的交通 這個人流 你是根本不可以預測的 你根本沒有用 正如今年也預測不到這麼大的 黃蟲 要看到制服的 黃蟲 如果假設我根據這個安全條例 每一個booth之間 是有三米的距離 都沒有用的 沒有的 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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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個物理學問Sir 根據這個物理學問Sir 當然是由這個 物件 當然是由這個高濃度 到低濃度 根據這個morphist 你怎麼做都是死的 不是 其實 所以 有些參展經驗的朋友 他們會 解釋 昨晚的場合的時候 他們已經是會 知道 它附近有些什麼鄰居 然後就會跟他們交涉 就是 你們的龍怎麼排 然後就各自去商量 根本已經用了這個 互相自助式的協調 當然自助的情況就是 鐵馬多少 什麼時候放鐵馬 都要自己去做決定 即是你靠大會安排 沒有用的 其實我有個問題 那個鐵馬 我見到 裡面有大會的安排 也有貪圍工作人員 鐵馬的擺放 即是什麼時候放鐵馬 什麼時候放人 那些是大會的安排 還是工作人員做的 如果你好像幾間大的出版社 你可以憑著過往的經驗 知道人流多少 神那麼早已經做鐵馬 打蛇餅區那些 那些不當別論 但好像剛才那些 黃蟲部隊那些 你沒有去年的經驗 我真的不知道 今年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的鐵馬 是活動式的鐵馬 甚至乎 他都要因應隔離 隔離隔離的 一些人的要求 而去將那條人龍 遷走去不同的方向 當然 剛剛隔離的 有一個很光頭很惡的人 說 那邊不行 你去那邊吧 這麼多光頭的人 如果不是的話 那條龍 就不會由這個 1C去1A的方向 又會調到另一個方向 其實人龍這件事 真的沒得說 香港人越來越喜歡逼 今年逼有幾個東西 什麼朗平360 又什麼十地公園 什麼樹展 什麼都可以逼餐飽 沒辦法 連網友不條章 他最記得都是排好內隊 才能入到天下的時間 反而大家輸展 漫畫誌的記憶 集中在排隊的都幾多 我相信 其實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要排隊呢 其實 如果你多等一兩天 或多一個星期 你在漫畫店或店 都可以買到同類型的東西 之前就怕買不到 可能會是 限量版 只是出一比一 只出兩把 有得炒 但現在沒有什麼 限量版已經夠少了 大家都知道 限量版這件事 只是吹水出來 不是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所在 就是 如果我單純去買一本書 或者一袋書都可以 我離開會場是很方便的 但如果我要揹著一把劍 或者一盒棋 甚至大堆公仔 其實連進出路徑 都影響了人流 所以今天所見 其實出版公司 都可能有考慮 那件事 他出的那把刀 還是棋 他已經弄了一個盒子 沒有錯 就是方便大家 可以說 這個是進步了 但是以前 以前我走去的時候 很害怕劍 對 很害怕 哇 劍真的很長 一比一 以前很尷尬 說真的 旁邊有個人 COSPAY 他不知穿什麼衣服 裙子可能會阻礙你走路 這裏面揹著一比一 還可能揹著兩大袋書 變成每次 原本的人流可以快很多 但旁邊有兩位門神 搞到舉步為奸 但今年又有些改變 如果說回我們 書展萬一節記憶 過去就是排隊買限量品 然後變成刀刀劍劍 然後變成遊戲 但遊戲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今年左階除了遊戲之外 這些刀劍又沒有了 收斂了 也有的 沒有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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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已經設計到 有剩餘箱給你了 COSPAY那些都走出門口 今年就是 比較阻礙人的 就是拍照 不止今年的事 近來 我講一下 似蕭比獎 不是說今年的 近來的趨勢 那個轉變 就變了現在 因為好像 例如Game Show也是 動漫節也是 因為打工 電子產品展 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笑話 他們平時那些人 就拍COSPAY 或者拍POMOTION GIRL 當然是女兒 總而 連我的店裡 兩位小妹妹都被人拍了 是不是女兒 小妹妹好羅里 是不是 有沒有看頭 妹妹 我們電台找得黎 回來的那些 應該有質素 應該被人拍的 但是平時那些 你是 站到外面 可能積心打扮那些 積心打扮那些 被人圍得太多了 我都拍不到 我想拍我都走不到 去拍 那我唯有先拍這些 我的面子較為冷清 所以變了有多空位 被他撕毀 未被人發佈 那些是另一種味道 是啊 淪加女孩的味道 威的感覺 再加淪加女孩的味道 穿著DJ的特別版T-shirt 在那裡 很可愛的 在那裡配線 啊Trap拍過我 是啊 所以其實看回 這些Game Girl 某程度上 都是吸客進去的 但是呢 很奇怪 你說一個很專業 我看到很專業的照片 戴著腳架 很厲害 即場鏡頭 戴著猥瑣的樣子 哈哈哈哈 那些電車男人 有沒有看到 那些電車男人 戴著手錄電話 手錄電話 那些二百萬像 你不要拿出來拍 不要二百萬像 可能可能 你拍來幹什麼 你拍來幹什麼 你拍一些格子人 拍一些格子人出來 那算吧 大小通殺 你明不明白 大家香港人都有些手機 手機的相機功能 又不是經常有機會用 有這些場面 就會用 這個也是香港文化 其中一部分 我曾經在旺角那裡見過 有些交通意外那些 撞了巴士 圍了幾十人在那裡 拍照 都可以拿著相機拍照 你不知道還有什麼好拍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在拍 他們覺得要紀念著這一刻 對 他們覺得 這麼巧有這件事 可以拍下第一身 就是紀念著 其實 以前會拍這些 會是拍一些代言人 拍一些明星 現在就變成了 拍一些gamegirl 最重要 拍gamegirl 我都覺得OK 當我手上賣東西 小妹妹 那也是girl girl 其實都不錯 大家不妨來一下 我們看看 是否來到又可以跟他們拍照 拍照 入影不生 會不會有個光頭青年在那裡阻止 我怕光頭青年打我 我怕有個癡肥的中敲 會趕他們走 不要緊 我想說一下代言人 因為之前都會找一些明星 做這個漫畫節的代言人 由漫畫節第一屆開始 今年不需要 今年不需要 因為有些gamegirl已經搞定了 認真的 沒錯 咦? 為什麼以前要找代言人 代言人的意思就是 增強大家對這個event的重視 或者那個興趣 過去有梁詠琦 有施政男 有Juno 不是施政男 Juno 女生宿舍 小雪 這個情況就是 如果一個活動本身 他不需要靠一些藝人做宣傳 都已經可以這麼誇張的效果 可以反映到那個活動本身 那個受重視的程度 所以對比另外一個活動 每一年都一定迷信 要靠一些artist來去推廣 其實可以高得立見 其實都可能跟當年轉了場地有些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 曾經搬過去九龍灣展貿 去擺 很短時間 擺過一年還是兩年 好像兩年 一兩年 兩年 不知道會不會是 其實當時看回他那個人流 始終沒有會展那麼多 這是一個慣性 等於現在機場旁邊那個博覽館 都沒有用 是的 真的是慣 雖然認真的 灣仔不可以再容許發生 舒展那類情況 灣仔是要癱瘓 那個情況 更大會覺得BOTO 灣仔區議會開始害怕這件事 根本是不可能發生 突然間Touchwood有些什麼以外 是無法救人 是無法救人 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九龍灣展貿的漫畫節是開心一點 因為始終是好行一點 我記憶裏面 我都給了幾個正面的評價 給那兩年的漫畫節 但我們要向前看 其實我們是不是要去機場那裏擺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大家往後發展下去 要是一個對鄰近地區的影響 越細越好的場館 但有人會這樣質疑 曾經也有人說 不如把這些書展 和漫畫展放在機場那裏 會好一點 但有人會質疑交通的問題 始終可達度很低 在機場那裏很麻煩 你走的時候 反而在灣仔四通八達 會是給人方便的感覺 變成參展商可能是不喜歡的 這樣搞你要在旺角搞的了 旺角沒有這樣的場地 如果旺角有這樣的場地 他早就搬了旺角 其實當年爆玻璃事兆 其實我們常常都很害怕 如果突然間說 好像剛才那個環境突然火燭 突然間有些什麼意外 走不到的 怎算 一定全部恐慌人踏人的事件 是很害怕的 這個問題書展都會面對 書展漫畫節都會 但是書展更加恐怖 有人常常講笑 在香港可以超過五十萬人的活動 只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書展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是 遊行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爆玻璃事件 都成為大家一個心理陰影 其實提親每次都會去講 我們每次都害怕的 這個都很大影響 甚至有人跟他講笑 他就說 咦?何姑?你今次參戰 你會買保險嗎? 你跟他講 保險不受的 你跟他講 公為活動 或者 我有個大膽提議 將Hall 1,Hall 2 將兩間大公司分拆 一個是Hall 1 一個是Hall 2 曾經有人講過 也曾經變相做過 誰想Hall 1 誰想Hall 2 Exactly 是的 這個問題都很難搞 黃重部隊想Hall 1 還是Hall 2 黃重部隊去Hall 5 好像不是你剛才所講的 兩間大公司 是一間沒人猜到的公司 是他的例子 哈哈 其實還有一個攤位 我每年都想逼進去看 每年都很多人 要逼很久才能看到 什麼? 就是這個高達模型 好逼到的 這幾年齡 今年沒什麼 不用逼到進去 入到但你要逐個看 要花很多時間 要慢慢走 有一年試過逐個看模型 我也是 我和你一起看 我就是比較榮幸 是幾個小時 可以 是啊 哇 真的要逐個逐個慢慢看 都很花時間 因為很多人會攝住這位 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你所說 那個展覽應該獨立搞的 是的 但沒辦法 始終是多元融合的問題 我反而跟你說 潮爆折的問題 我某兩年 我會很專心看某一個T字頭牌子的車仔 但沒有人看到那些 我還入了會 但其實我想說 我每年都會很細心看那些高達展品 我整個人都覺得 很大的公司是非常好的公司 是啊 為什麼這麼好呢 因為他們的模型 非常有創意 有點擊那些 每年在萬一節 擺出來的那些 經典的模型 我都很多謝 因為真的很精彩的作品 到我現在都還記憶猶新的 例如呢 包括這個鐵拳浪子高達 是啊 軍曹 我剛才看到那些 軍曹高達 是啊 就是一個高達 他穿著這個拳絲 拳絲褲 戴著拳套 但身上有七粒 七粒手指洞 這個叫做鐵拳浪子高達 如果講開軍曹今年創意地單 軍曹高達 有人做了軍曹 創意地單 我聽到你說 是啊 創意地單做了 地單有什麼關係 創意地單做了一些軍曹的舞 真的很棒 你說那個炸彈爆炸頭那個 不是啊 戴帽帽 即是說軍曹的 好開心 有軍曹帽嗎 但是有啊 那個很久了 在地攤 在創意地單 在創意地單 有得賣的 有得賣的 有得賣嗎 是不是黃色的帽 沒有錯 那個很久了 不是啊 但是創意地單做的 那個是 是版權物還是 是不是自己做的 是二次創作 二次創作 不是大公司出版 不是啊 就是二次創作的 都是創意地單的 做出來的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 講一下Mega Store 還沒講到高達 你還沒講到 不是其實我還沒講到 是啊 其實那些作品充滿創意之外 它裡面會有張紙仔 寫回那個創作者的資料 是啊 那些 那些 那些文字創作 是嗎 字體啊 字形啊 文內容 是啊 是啊 譬如說 小時候 有個 有個高達 後來 他死了 又或者是只有一個字 寫著一個型 你說這樣 什麼 一寸長 一寸強 一寸短 一寸險 這些都是帶來我不少歡樂 每年的Mega Store Mega Store 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Mega Store掃貨 但是呢 給我的感覺已經越來不開心了 因為越來越少便宜 因為Mega Store 現在主力在這個下船灣 是啊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開初 大家都當是各大出版公司 我估計 都是當它散貨區而已 這些賣不去 沒有人要的 便宜一點 掃貨 誰知道我們又發覺有些好東西 有些人進去買 還要開始排長龍 發覺那個買書的人不少 好選我都可以推介一下 譬如藝術真相 改造人改造 改造人改造是20元 快點要掃啊 各位網友 低能量發明狂 我們都掃了幾套 還有很多名作 譬如你說 安然良和 甚至乎大師級 例如 雷眼殺星的類 其實你都找到的 那些 那些就變成倉底貨 我應該是要跟你揭露 Mega Store的真相 又有真相 又有東西揭給 大家聽完之後 抹了粉不止 不要抹了 聽到是你的聲音 為什麼有Mega Store呢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動漫節的前身漫畫一節 是由一間很大的發行公司負責的 那Mega Store其實最初的原意就是 出貨 出貨 那些哪裡散 喂 放個位出來 張秀 搞定了 我們同一個白王而已 古島都是這樣的 大部分的理由 大問題就是 最初一個 是無心插漏的位置 最初是沒有板圍著 沒有什麼 沒有物的整理 在地下 真的地單 這樣的情況 經驗的 越搞越大 那些人真是慕名而來 甚至乎有些餘木混珠 對 越搞越高的價錢 對 所以根本已經沒有最初那種 五元 十元 其實上年搞完之後 搞了幾屆之後 他見到我這樣的商機 於是在荃灣那裏擺了一檔 長年都有擺的Mega Store 即美其名為Mega Store 實際都是 散火場 對 都是不是便宜很多的散火場 不如想問回一個問題 今年有人是買票進去 不像人家拿證 運他們進去 那樣 今年是不是25元張票 是啊 今年竟然沒有了5元 這是今年被人救票最大 Mega Store 都沒有了5元票 不是啊 平時 上年加到25元 應該是20元票而已 加到25元 所以變成給了一張5元 5元拘捕 那5元拘捕 是每一個店舖都要使用的 現在正正計沒有了 沒有了5元拘捕 比輸展還貴 不是啊 通脹 分分數都沒有了 不是啊 我們要交這個銷售稅 經濟好了 傻的 傻的 是我傻的 那張飛程 取蛇春那麼長 旁邊有多少拘捕 十幾二十張 看你用不著 我今天走過切枝堡 告訴你 是 嘩 劉慎 撿到一張 是二萬一折的那些Q房 是嗎 不知道為甚麼 而且你平價入場 你又可以入場買動畫展的票 他減了就不行 50元就10元 喂 上年我是當當都可以用到優惠 今年就是局限了我的權利 人權受到剝削 沒有啊 那沒有啊 不要進去 你以這個霸買來抗議 對 或是絕食 難怪有很多朋友 他不需要買票 叫朋友帶他進場 OK啊 但是進場也有點失望 除了這個五元Q房之外 譬如有些書 他說 哇 是啦 嘩 這個真的很過分 是啊 大大小節寫著 阿嬤 阿嬤 第三期 第一期的在版 他就開始寫 就說這個動漫節就會一起出 他還沒完 動漫節什麼時候騙你呢 不是他寫著 他寫著二十八號出的 喂 沒錯 也是每年呢 搞這些節日呢 令我們最火鍋的一件事就是 我那個節那時候給你而已 within完之前給你 但是他寫著日子 寫著日子 那條大小節 日子不重要的 說真的 通常出版日子都是遲一天的 可能二十八號 二十七號就有一賣 他不會 二十八號都沒有 這個寫著 為什麼 2007年7月二十八號都不行 又可以 有種啊 下你出 以前我們會有個偷雞位 因為我們有野書這回事 即是寫post 應該說你寫7月28號出 應該是7月27號 是啊 應該是這樣 然後說 喂 現在是晚晚一節了 高峰期 所以 二十八號就是夜晚的了 然後夜晚 可能今晚有 九點到十點鐘 但是我剛才走過都沒有 賣光了 可能 賣光了 是啊 是晚一二期 今天很失望 也有的就是 COSPAY比賽的投票 我投不到 為什麼投不到 你有什麼困難 你沒有資格投啊 你沒有遲 這樣就有什麼對我人權 你不是3G 是要有條件才能投票的 因為往年 投票就是進去拿票 可以投票 沒錯 今年是需要一些特別道具 是啊 就是要用這個手機 還要登記了 搞一些program 還要拍照 你的手機一定有鏡頭 拍完相片 才能投票 我投不了 我也不想投 我曾經用過這個軟件 實在是十分之不好用 而且 再者 有些新的機種 它是未支援到的 例如N80 我正在用那些 所以真的很虧 你那些太潮了 所以我們在座 四個都沒有資格的投票 真是慘 我真的有幾個很棒 阿休的時候 我想投阿休 沒有人知道 你要說真名 阿休是扮什麼 不說 不要說 我們講術語 大家行內就知道 我也是投阿休 其實這個cosplay比賽 你看到它是越搞越好的 就是做出來的勢 但投票反而 對 今年就搞壞了 其實它是令到cosplay 這件事多了人知道 多人報導 和多人正面的見證 正面的見證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年這樣投票的方法 有多可惜 甚至 我覺得算是敗筆 算是 就希望看 這些 這些 這個始終是一個 未成熟的技術 我覺得 OK 今天就要講展望 展望 展望明年首先就是 這個cosplay比賽 改了這個東西 我強烈展望 對 跟著Mega Store 麻煩減減 我覺得搬到機場 都沒有所謂 其實我是支持的 我個人想搬到機場 這個真的 一個更加大的空間 還有配套會好很多 其實政府都可以資助 機場現在那個又沒有人用 它資助你們的漫畫商 又帶往場 其實會為護理 你知不知道 其實這個漫畫聯會的成員 已經是有discount了 所以其實參展這個動漫節 即是去到機場那裡 不是 現在在會展 但同一間出版社 如果它是漫畫聯會的成員 它參加這個漫畫節的洗費 是比書展便宜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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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如果把這個優惠再放在機場那裡 可能更加好 對 更加好 對 不用二十五元 還有更加有一種去event的感覺 遠一點 好像去旅行那樣 也可以在回程時已經砍完一本書 更加浪漫 真的 很朝拜的感覺 拿著把刀刀劍劍在那裡 好像有些人遠道去日本 參加的event 有些人遠道去台灣 對 坐造班機 什麼鬼超人那些 坐造班機 超X那些 就是離開了地獄那些 對 還有女傭妹妹那些 對 女傭妹妹那些 女傭妹妹這件事是不是不爆出來的 不知道 不過她頹廢了可能可以的 可以了 回家酒店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回來不是有結果知道我們鬼什麼大 對 她回來還可以去到這個動漫節 不知道她看完之後會不會有話說 反正她去到也會說 下星期找她回來講一下 可能她在網上也會說完 那些什麼屎和愛情屎 看看大家 動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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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都完了 大家討論區上面繼續延伸這個話題 沒錯 下星期我們講第二個話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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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